Hello大家好,我是纸淘老婆的老婆哥,俗话说得好,入对圈子跟对人 今天老婆哥给大家多上两件,老婆哥也在这里祝咱们广大的劳动人民 节日快乐,希望大家都能歇一个愉快的假期 今天多给大家上两件 而且价格都是十分实惠的,特别适合咱们初学者或者是刚接触不久的朋友们入手 东西都是非常开门的 我们首先看这一对杯子 这一对杯子其实我们一看它这种知识就是属于我们民国时期的 这个是非常开门的民国时期的这么一对杯子 我们又管它叫做广彩杯 这个特点是非常非常的薄,就薄胎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底部,底部会有一个款式 款式它是一个印章款,印的是乾隆年制 这么一个款式,乾隆年制 老婆哥给大家讲过这种乾隆年制要不就是晚清 要不就是我们民国,要不就是创会 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典型的 我们看这个柚子吧,柚子非常的盈润 东西是非常开门的我们民国时期的 包括我们的底胎,十分的干老 没有任何的争议,就是我们非常典型的民国时期的 它的画片是什么画片呢,我们看一下 它画片主要画着一只老虎,上面一只喜鹊 我们又管这种画片叫做欢天喜 然后上面是写着我们这个钱币 有寿字文,有天下太平 这种金钱文 这种文字 一共是两套,一共是两套,每一套都是全美品 都是全美品,没有任何的客户充限 我们给大家检查一下,我们的口言没有任何的问题 背霸,背底 包括我们这个盘子,盘眼 没有任何的问题 包括我们这个盘底 东西是非常开门的东西 也是我们喝茶品茶,喝咖啡的这种小神器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呢,喜欢这种题材的 那么喜欢我们这种这种题材的,带苗巾的 这是一个广彩,苗巾的 这么一个欢天喜地这么一个题材的 两套,杯碟 喜欢的话,老伯哥在这也是比较一个超级价格 绝对是一个放过分价格,在哪也买不到的价格 就是一对,这等于两杯两碟就请回去了 价格绝对是超低的价格,在哪也买不到的 因为品项都非常的好 都是属于全美品的 没有任何磕缝充限,飞鸟消易咬都没有的 东西还非常漂亮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式画的还是非常反腐的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东西是一个胞胎的 精工细作的一个胞胎 我们第二件来看这个炉子 这个炉子是一个繁红苗巾的这么一个炉子 非常漂亮 它是属于一个统图,或者我们管的叫做秦炉 个体并不是很大 这是一个繁红苗巾的这么一个题材 它的苗巾是画了这么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基本上就是属于我们这种排楼 或者是楼阁这种图案 然后上面写的是全家福 这边写的是吉祥,这边写的如意 寓意非常的好,吉祥如意全家福 这个炉子的寓意是相当相当的吉祥 然后两边会有两只蝙蝠 也就是两只蝙蝠,代表着福寿多多的寓意 我们看一下它的底部 底部看了修胎修足方式非常规整 非常规矩 东西是一个什么时期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繁红彩,金彩 就可以判断这个是一个 晚清民国早期的这么一件东西 最低到民国早期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包括我们修胎修足方式 以及胎制的干老程度 给大家聚一下就,其实我们不用看胎了 这种东西一看的就是一眼开门过 开门老的东西 给大家展示一下 整个的一周展示一下 这种繁红彩,看了吗 非常开门的这种繁红彩 就是一个晚清民国 民国时期的,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炉子寓意非常吉祥 金彩保存的比较好 然后我们再看里头 里头也非常开门 有一些小苏油都是非常正常的 包括我们口岩上的柚子 大家看了吗 口岩上的柚子都是非常 非常凝润的这种状态 这个就是一眼老的老东西 我们这个统屋的口径是12.2 高度是10厘米 东西是非常中规中矩的 而且圆度非常的好 做的非常的规征 特别是这个形 这个统屋的形状做的是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禽乳 也当做统屋都可以 我们平常喝茶的时候 也可以虚拟入香 或者是我们在家里摆供的 当一个小供屋 都是非常非常美的这么一件东西 在我们腰部会有一道痕迹 就是一道悬痕 这也是一个装饰 非常漂亮的 它并不是全美品 基本上属于全品 在它的口颜处会有一个小蹭皮 就是非常浅的这么一个小蹭皮 在这个位置 老贵哥给处理了一下 就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不缺肉 看了吗 处理了一下 基本上问题影响不大 也不影响我们摆放 但是价格会给大家打出一个折扣 往来 打一个比较大的折扣 喜欢的话 咱们就能请回去了 基本上这个价值 就是2500到3000 就是全美品 因为有一个蹭皮了 也是1580块 这个绝对是一个放肉的价格 喜欢的就是不要错过 这种东西 实物要比相机拍出来的更美一些 我们第三件给大家上一个灯笼屏 好长时间没给大家上灯笼屏 这个灯笼屏是大有来头的 画的是非常非常的细 虽然它时代不是很早 这个就是一个567的建国后的 这么一个 就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 但是画的极其的细 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精工细作的 这么一个产品 像这种东西 这种细路的东西 567 现在价值已经远远超过 晚清明国的东西了 首先这个主画片 画的应该就是属于一个富贵白头 这种寓意题材的 它画了一只大树的牡丹 然后上面画了一只小小鸟 小韵鸟 或者我们管它叫白头翁 就是富贵绵绵到白头的这种秘义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后面会有一首诗句 这首诗句的字写的 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潇洒 西春豪鸟交提酒 立上枝头未肯飞 这么一首诗句 非常应景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画片 这个东西都是存手贵的 都是我们当时存手贵的 甜彩非常的规矩 画的也是非常漂亮 用彩非常的艳丽 给大家聚一下胶 看一下 用彩的非常艳丽 而且我们绿彩上 现在已经带着蛤蜊光了 就是这种时代的特征 下面是画的山石 这画有竹子 这个是一树大树的牡丹花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的口谱的文饰 口谱是一个如意文 看着一个如意如意头组成的 这都是手绘的 这不是印上去的 然后这会一个叫做石榴文 或者叫石榴嘴文 代表多子的寓意 然后我们看一下底款 底款写的是景德镇志 这个是景德镇志 四个印章款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胎 修胎修族 是十分的规整 十分的爽利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非常典型的 那个时期的这么一个产品 而且我们这个 屏上的右光 也比较温润了 这个是属于一个 金工细作的这么一件东西 包括它里面 一圈圈的拉皮痕 可能拍的不太好拍出来 但是老伯格会跟大家说 这是手工制胎的 看了吗 这口部的拉皮痕 也能看着 其实里面更明显 一圈圈拉皮痕 金工细作 损手工损手绘 五六十年代 这么一个非常美的 这么一件灯笼屏 这产品 我们量一下它的尺寸 这个灯笼屏的高度 是21.8厘米 属于一个中等个头 但是它画的 是非常的细 极其的细 用彩非常的艳丽 这种东西 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是一个收藏级的好东西 如果我们喜欢五六七磁器的话 像这种美的 甜彩非常非常规矩 非常美的 不要放过 不要错过 那么它是一个全美品 没有任何的磕碰菲皮 包括我们口言 包括我们的底部 保存的是十分完好 相当的完好 那么也会给大家 一个比较合理的市场价格 喜欢的话 咱们就是 基本上你是买不到的 就简直正 现在不是五六七的 就是一个新的 这个灯笼的这个统屏 现在的价值 随手会的也得值这个价 咱们这是五六七的 而且保存下来非常完好 会给淘汰的价格低 给人家会上的价格就低 那么今天最后一件 给大家上一个非常漂亮的 而且非常倒带开门的 这么一件 浅降彩的一个水仙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水仙盆的造型 是十分的优美 十分的优雅 它是属于一个八方形的 特别是我们的口言 是做了多层的处理 所以说给我们的美感的十足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起了一个盐 这起了一个盐 中间的凹进去 然后在我们的边盐 这也是一样 这个做工是非常的精细 非常的美 而且带有苗筋 我们来解读一下它的画片 它的画片就是一个花角题材的 也是属于一个富贵锦堂 或者是富贵白头这种题材的 这边可能就是富贵锦堂 或者叫富贵满堂 这边就是富贵到白头 这边是一个白头翁 这个都是属于潜降材 不是粉材 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它不是粉材 潜降材跟粉材的区别 就是粉材要描边 然后去填材 这个潜降材 是直接占着材料 就在上面去做画 这个看了没有描边 所以说潜降材 现在的器物流传下来的并不多 所以说这个东西 如果有开门的或品项好的 绝对都是值得我们收藏的东西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一共是画了八个开窗 四个开窗里画有花鸟 然后四个开窗里会写有字 然后我们来共同看一下 它字写的是什么字 这些字写的比较繁体 我跟他还真不认识 这个不知道是写的一个是什么座 它叫人名是一个什么人名 大家可以去解读一下 如果是名家的话 这个东西就值大钱 这个我没有去戏解读 这个写的是什么假 什么应该是个年份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好好解读一下 它这个字写的确实是比较连 所以说我也没时间 也没有去细细的辨认 这个写的是一个 肯定是一首诗 应景的一首诗 然后配有了我们四幅画 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一个大开门的东西 并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后甲彩的 现在大家注意这种浅降彩 或者是粉彩 好多后甲彩的东西 有的时候看着胎老的 但是东西的并不老 这个东西是一眼开门东西 大家看吗 一眼开门的东西 看着一个光了 非常开门的 它可以追溯到晚清 因为我们浅降彩 它是由同志时期发明的 我们看这个胎 包括这个胎脚 这个是它沾上的小毛粘垫 就是防止磕碰用的 防止划我们的家具 或者磕碰我们底脚 底下是一个支钉刷的工艺 然后底下带有一个款式 款式写的是同质年质 这个款 东西是不是同质的 但是应该是晚清的 给大家包裹到民国枣 应该是晚清的 这个绝对是晚清的东西 以老霍哥这种眼力 这种知识100%是晚清的 包括我们这个右光 包括这个胎 绝对是晚清的这么一个节座 东西没有任何的争议 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我们梁先生的尺寸 这个非常漂亮的 这个浅降彩水线盆 它的口径是22厘米 最大的对角是23.5厘米 高度是7.6厘米左右 这个水盐盆的个体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这个水盐盆 整体的品价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它整个的没有大的充现 没有大的颗皮 它只有一些小丧皮 跟一点点的小包柚 非常非常小的小包柚 有几处老霍哥给大家指向 这有一处 非常非常微小的 这有一处 可能有那么零星的几处 都不是很不起眼的 这个地方 像这么大的水盐盆 它是一个使用器 能保存这么完整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在我们口言上会有两处 小包柚 这一处 这都处理 基本上的品价还是非常好的 这种品价也是非常难得的 也会给大家一个 非常低的市场价格 这儿是一个小腰毡 毡了一个小黑东西 这个也是忽略不计的 底下也是有一点点小腰毡 如果回去摆放 欣赏 或者是真正的洋溢处水仙 洋起处水仙 都是非常超值的东西 价格也不会给大家很高 给大家打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折扣 像这么大的水盆盆 然后又有石书画印 又是钱江彩的 市场价格 应该是在四五千左右 那么因为有一点点小瑕疵 也给大家一个放一个小漏 喜欢的话 咱们就这个价格 绝对是超值的一个漏价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那么今天的视频 老虎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喜欢老虎哥的视频 请在视频的左下方 帮老虎哥长按三秒钟 点一个超级的推荐 老虎哥的东西 确实都是开门大的东西 不管你懂不懂 你就放心入手 就想像这种东西 都是开门的一眼目 那么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去点一下关注 那么以后找老虎哥的视频好找 想联系老虎哥要东西的 咱们在评论区留下言 老虎哥看到了 会主动联系大家 或者是私信 联系老虎哥都可以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祝大家五一节快乐